走啦 把行李箱先把他扯上去 下午3点50的飞机 大概我们准备12点半出发 提前一点到 保险一点 爸爸要走了 你们俩好好的听妈妈的话 知道吗 别老实了 妈妈生气 知道吗 尤其是你啊 你要帮助妈妈 知道吗 早上起来的时候 比如说叫弟弟起床 什么之类的 知道吗 弟弟啊 你会不会想爸爸 可以吗 可以吧 咱们到时候视频 这个孩子完全没有依依不舍的感觉 好像挺高兴 好啦 走啦 他俩就是我这一走 好像感觉好像过节一样 大家可开心了 一点没有依依不舍的感觉 你们俩装也装一下呀 还不能妈妈呢 你看 妈妈也挺开心 老婆你辛苦了这段时间啊 哈哈哈哈 刚才本来想说的 结果呢 气氛一下子不太好了 就没说出来 你看我这一走 星期一早上就是个下雨 明天啊 明天啊 明天早上就是下雨的 下雨的话 你要送孩子 那你就得 晚一点出去 对你直接停到他们前面门口去了 现在冬天你要送街的话 可能真的得 停到那边门口去 因为你从后面操场走过去挺远的 也挺冷的 但是晚上 但是那个放学的话 你还是得停到后面操场的 因为前面没有车位 除非早半个小时 可能有车位 他说三点二十 你三点钟去就没有了 没有车位了 他们都去 对啊 人家常常抢车位去的 你要两点五十去的话 就有车位 那你要不想从后面走 你可能就得两点五十 或五十五到那 天好的话走走 对 天好的话没事 下雨一会儿就要不好大 风的话 我们就早一点 老婆 其实你没进来啊 你还可以再往后一点 你前面还在这个白线外面呢 对啊 来 往后 好好好 好好好 坐在这个上边 这个做不了 这个做不了 这个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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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了 你已经搞笑了 你就不怕 哎呀 这次还是比较轻装上阵的啊 一个箱子 一个袋 回来的时候东西就多了 我老婆已经买了不少东西了 让我带回来 又从国内买了一个箱子 他说你走的时候是一个箱子 回来带回两个箱子来 哈哈哈 啊 谢谢 啊 啊 刚才那个门也能进啊 嗯 上楼呗 看这个是到达的这个出口 没几个人 机场也响 对啊 他这个一号航带肉很响 他这每个航带肉都响 那是不好吗 没有 那是不好吗 Oh my god 还好早点来 怎么那么多人 全在这儿呢 还以为没人 你看这个箱子吧 好容易拿错 你知道吗 好多同款的 然后我就贴了几个 我们自己的这个logo 那个中华国学哥的logo 这专属logo就不会拿错了 但是这些很容易掉 四周全部贴的 我一老远就能看见 别掉了 掉了 别扣 你看他突然去扣一下 你知道 你的手怎么那么快呢 你啊 这个小丸皮 你看看这个人 他也不往前走 也不动的 那边的窗口都没开 现在我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 我们一点都到了 现在已经两点了 前面还有那么多人 连登机牌都还没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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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前三个小时 到街上 也到时候弄得还登不上机 但是小路实在太慢 终于快轮到我了 终于换到登机牌了 2点10分了是吧 你看 呃 排了一个小时10分钟 现在我们去安检 他是3点10分登机 还有一个小时 只要晚来晚一点的话 就登不上了 以后赶飞机真的得提前4个小时到场 这个才保险 好像安检人不多是吧 多起来了 这会儿肯定能改上 还有一个小时 好了 拜拜 你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交代的 哈哈哈 你交代的 没有 那把视野搞好 放心啊 好了 拜拜 你不管到哪儿了 发个信息 行 好 OK 好 拜拜 我儿子有点眼眶红了 拜拜 他们在那儿呢 看着我呢 终于进来了 在7号登机口 先去找一找 来出口一块 是东方航空 在这个口 5号口 我们在7号口 在前面 7号 3点50 没错 在这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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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儿呢 在4个月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4个月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终于到了 13个小时 挺快的 说是14个小时 实际上就是12个多小时 一路还是很顺利 推一个车子 中国这个车好像都是免费的 美国的机场那些推出好像都是要铺鱼的 看我们的机场多豪华 你这个肯尼迪机场 还气派多了啊 已经过安检了 现在已经踏入祖国的大地 我要坐个百度车 去那个C号楼 现在出来了 现在要去找B出口 去找B出口 然后呢 跟他们国航的去对接一下 怎么去住宾馆 好了 办完了 已经登机好了 我们挂了一个牌 一会儿他带我过那个大巴应该过去 等五分钟就可以走了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大巴站 这个所有的大巴都在这儿 看到了这个熟悉的通州县 好了 到总结了 现在去办理一下住宿 在顺义的郊区 现在已经办完了 我还以为他会给我们拼 两个人拼一截呢 他这个是一人一截的 还不错 来刷一下 再办 216在这儿呢 这怎么回事呢 插卡还没用呢 没必要插在这儿 怎么插不亮呢 插不亮 不用插 不用插 直接开灯就行了 他们没有插的功能 好了 我看看把灯打开 灯在哪里 这品馆 也是够老的 啊 行了 还行吧 凑合反正睡一晚上吧 好了 衣服还不能脱 还得吃个饭 这边的灯啊 这个亮 这个不亮的 免费的宾馆也不能够要求太多 现在呢 是8点钟 晚上8点钟 实际上是相当于纽约的 早上 7点钟 这一路还挺顺利 我呢 我就一直 忍着没睡 我一觉都没睡 所以说呢 我现在基本上 时差应该会调的比较快 好了 这一路还算挺顺利的啊 明天一大早 坐5点半的班车去机场 直接 飞 宁波 先回老家 我还以为 打电话他就能点他送上来的 他得让他下去点 直接下去吧 下去 吃饭 他得下去 他不能送上来 他得送他 他恢复了 他儿 또等他 他嫉妒 好 里面